好,我會跟大家分享最後一條Raw Charles Law 這個圖畫已插滿一塊 我嘗試給大家看看是甚麼 裡面有一個Cabillary Tube 如果我們把微細管放大時 其实微細管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放大了它就变成这样的 它里面就有一些Oil Oil下面是空气来的 放大了就变成这样 Oil其实是压着空气的 那为什么Oil会浮在上面呢? 原因就是因为下面有些Air Pressure Air Pressure就会托起Oil 明白吗? 所以其实Air Pressure在这个情况之下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Oil的MG 我们说其实这个Air Pressure 是等于Oil的MG 除了Area 那Area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Test Tube 这支Tube的横切面 明白吗? 所以某程度上 它这个Air Pressure 是刚刚跟这个Oil 压下来的Pressure抗衡了 所以其实里面的Air Pressure 就是等于Oil的MG Oil的MG 除了Area Crossation Area 我们可以造成一个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 里面的Air Pressure 基本上是Constant的 那Air Pressure 就是等于Oil的MG 除了Area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Charles Law 其实是想做到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在一个Constant Pressure 的情况之下 Constant Air Pressure 的情况之下 究竟 里面的Air Temperature 和Volum Volum 就是这个空间 有什么的 有什么的 有什么的关系? 明白吗?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支Tube 就放在一个Water Path 那里 Water Path 其实也有一些水 下面我们就用Bunson Burner 去煲一些水 好了 煲水的时候 都会令到 那些Air的温度 是会有变化的 知道吗? 好了 所以整个情况 就是说 我们煲水 煲水的时候 就令到 好 上升到10度的时候 当然了 其实那些Air 里面 会怎么呢? 会膨胀? 会膨胀的时候 然后就会上升 OK? 上升 好了 同时 L L就是Length Column 其实Length Column 基本上 和Volum 是成正比的 明白吗? 所以 其实我们就得到 什么结果呢? 就是 我们得到结果 就是说 当温度上升的时候 Length Column 都会上升 OK? 这个不难理解 因为热胀冷缩 空气膨胀的时候 就自然就会什么? 就会顶起 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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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记住 就算它顶起 也好 其实它的Air Pressure 也是不变的 因为Air Pressure 应该也是等于Oil 可以吗? 好 所以 Air Pressure 也是等于Oil 压下来的 Pressure 可以吗? 我们永远要记住 这一点就是 Air Pressure 永远是等于 Mg of the oil 除去Area 这样的 可以得出来的结果 好了 同样道理 就是说 我们将这条Line Extend 上去的时候 咦? 又是发现了 什么时候 Length Column 会是0 就是当温度 Extimate 去到-273 的时候 Length Column 就会是0 明白 明白 所以 换句说话 就是 如果温度 低 越低 的话 其实 Length Column 就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越来越矮 明白 所以 我们就得到这个结果 而且 我们也是 因为这个情况 它不是Directly Proportional 所以 我们就要将这条Curve 如何? 每一点加273 这样就将这条Curve 修改了 那就变成了什么呢? 就会是 273 Degrees Celsius 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 就等于 0度K 这样 好了 那变成了 这里 这里 涉事0度 其实就是273 这样 所以我们就做到 Directly Proportional 的效果 好 而在C那里 就说 也是说回我刚才所说的 其实Length 和Volume of Air Column 基本上是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 其实 你会看到 如果 这个是Length 是不是? Length越高 那么 Volume of Air 就会越大 因为其实 Volume和Length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将Length 接着 Length 成Area 基本上 就是等于 Length 有Volume 可以吗? 我们就当它是一个 圆柱体 这样 这样看的 明白? Cellander 可以吗? 好了 接着呢 所以 所以 我得出来的结果 就是说 当有一个 Gast with fixed mass and pressure 的时候 好了 Volume 是Proportional 到Temperature 同样道理 你也要知道 其实Unit 的单位 就是以Kelvin 做单位的 可以吗? 好 旁边那里 也是说回 定义 就是说 For a gas with fixed pressure and fixed mass 那你会看到 刚才我说了 为什么是Fixed Pressure 因为Pressure 其实就是将Mg over A 就是Oil的Weight 除下 Area 除下 Fixed Pressure Mask就是 那些Air的Mask 因为由头到尾 那些Air 都是被Oil封住了 所以那些Air的Mask 是固定了 好了 接着呢 我们就会再做下去了 那我们发现呢 就是说 其实呢 Volume 是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Absolute Temperature 或者是Kelvin Temperature 这样 这样 好了 所以呢 换句话说 V over T 是等于Constant 行不行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有Constant Pressure 在背后 是 保持住的 知道吗 好了 所以呢 换句话说 其实呢 会告诉你 什么呢 For a fixed mass of gas Changing from initial stack 譬如V1 T1 去到一个V2 T2 的时候呢 是的 其实是 Without a change in temperature Without a change in pressure 的时候呢 V1 over T1 是等于V2 over T2 明白 好了 那我们就做一个好介绍 譬如呢 有个Gas 接着它由30度到45度 那 Pressure 就是这样 好了 接着呢 就叫你去找回 最初的Volume 是多少 Volume 这样 行不行 好了 你拖完想一下 根据刚才我们说的这条公式呢 它的温度上升了 它的Volume 是会大了还是小了呢 这样 其实很明显的 Volume 和Temperature 是成正比的 所以温度增加了呢 Volume 都会增加 明白 所以呢 我们就照待下去了 Temperature 是由30度 去到45度 行不行 好了 那么 原本的Volume 是V 就去到V2 这样 所以我们就按比例去看的时候 V2 就等于1.05V 这样 所以呢 其实呢 是大了 这样 行不行 我想这里呢 其实 同学 比较难明的地方 就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实验 可以做到Constant 我都不厌其烦 长气一点 这样再说一次 为什么这个情况之下 是Constant Pressure呢 是因为 那个 Pressure呢 Air Pressure呢 正正是等于什么呢 正正就是等于 Oil的 Weight 除回 这个Cross-section Area 因为油 是压到 AIR 那里的 而 Pressure呢 就刚刚就是 Test Tube 那个Area 好了 所以呢 如果在看Steady 了的时候 Air Pressure 和油 压到的 Pressure 应该是一样的 行不行 所以从而 我们就做到 Air Pressure 是Constant 了 清楚 OK 所以这里 可能大家也要留意 多一点的地方 明白 所以 或者你这样说 整个过程里面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也还有一个 Atmosphere Pressure 对不对 但某程度上 其实 所以 其实 里面的 Air Pressure 应该就是 将 这一块 这一块 的 Pressure 再加上 Amosphere Pressure 加上 P0 好了 那就是 AIR的 Pressure 这个一定是Constant 这两个都是不变的 所以 这个 P就是 Air Pressure 也是不变的 明白 那这个是Pair 所以 看看大家明不明白 我也希望大家 可以明白到 这一部分 所以 而且 当温度上升的时候 它会膨胀 它会膨胀 但是膨胀了之后 就不代表 里面的 Pressure 是大了 对不对 为什么 我们没有说 Pressure 大了呢 因为 它膨胀了之后 其实 压下来的 Pressure 都是等于 什么呢 都是等于 Mg over A 加上 Mg over A 是吧 OK 是这样的 是不错 所以 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